多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命运的众生 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不要浪费 你的生育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一直固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内心去 遇远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母亲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 你去注意别人 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 这是苦恼的因 放下情织 才能得到自败 二十六点 不要害 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可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元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 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 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石魔 我们活着为了石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应过 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 姓氏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辅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支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 你有 你得生运观 我有我得生运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任运 六十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 现在 六十二点 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他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 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六十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参与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他有多坏 甚至他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扶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时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时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值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值 你才能得到自败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三十五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民生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实去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示 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十八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十点感谢上方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方我所没有的 五十一点凡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五十二点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花己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敌未有 五十三点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四七七人被人欺 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辅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运观 我有我的生运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任运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十二点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恨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亲近的心 六十四点 六十四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好气 要好气的是 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十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些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狭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命运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无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www.a-library.com slash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6 slash c63006.htm Introduction do the ale 前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do the ale 中英对照天天大道见解 以何为天天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道是求什么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求道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七道的宝贵 有什么印证 以何为天天大道 天天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 心跳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可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 不曰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故大道无明强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教圣人应运出世 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底利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先经万点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君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 或称为造化 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 君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实无一物 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 盖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先门 万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止代表这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 在先天之天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 其为上有可止 为道极大不可量 极为不可止 不所以大 无不包 为无不入 无所不惯 无所不通 无所不测 万彻了天地人 万物万类 万彻了三十三天万 万彻了天经万典 万彻了天法万法 万彻了天教万教 万彻了天佛万祖 万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 人必须知真觉 亦即是人 人与我 我与人 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彻一家世界 大同 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 道与我 有蛇们关系 道的宝贵 在于他 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 道贩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约庆底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 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 却时时刻刻离不开 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 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 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 讯息之传输 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式兵贩夫狗族 不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举来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忘记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到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得不增不减 但自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 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 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 国籍宗教信仰或评贱富贵 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 新天大道 不只找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 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 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 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无情无相 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 万灵真在也 主宰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约道在无身 一切万能 道理无身 此身在不亦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 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整个真理部也是一样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 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 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 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 运用自如 再也能试 再耳能听 再口能言 再疑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 我们就变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 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 不了解 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 乃是最富足 最圆满 最光明 最完美 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的这有形有相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相貌肉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直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 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 有形有相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 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强气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叫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正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盲目满足下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鞋调容和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刺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到就是开启我们 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真是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更有意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不了死的宝藏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本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 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乐祖超经乐点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他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 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四体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是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自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庆 能有十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 受用不尽的福之义 离苦的乐人生 在使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根源 皆起因与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固有的道 召回我们本有是真志 善至美 聚足圆满 永恒不休的真我 在日常言情之中 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 皆能和余礼 至于智善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 是无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及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二 若比 难自有人类文明 以 得来 道的真意 便代代 单传独 受 其末络 贯穿了 早期的 主要文明 如 中国 印度 等 奈何 近百年来 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转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身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 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奖 层之破坏 求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战到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谐 因此 上帝 红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使 以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欲又人力不可挥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灾地结 逢凶化吉 此事验证甚多 不生没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 相参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 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就欢乐 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就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吸独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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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难以访的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谱传 先造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先赋予超生了四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方面 让我们的心面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 也何余良知 百年之后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成贤求道 也就是为我们种下 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 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难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到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静其一生 静静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 未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 就是天到天命 天命 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 一点玄关开 打开正门 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先天大道的 尊至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 这一点妙至极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皆是生死法 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 死托对待了 生死之法 也 此次级的先天大道 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极意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会 此智此智慧是 我的来不由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到心老心 也 先天大道之妙 四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 先知先觉 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 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 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 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 离开其 离妙用妙能 不约 按灵真 主宰也 摄着天 离开 先天 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汉星都乱许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 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 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 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底 离开 先天 大道之道 用妙能 这金木水 火土 不能相陪 则片像 丛生 山峰地 裂海 水枯干 亦使 万物万类 世界的众生 人人能 得其生 存 摄着人离开 先天 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骨难行 眼不能看 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 总之 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 成了一堆臭骨 臭泥土 此乃先天 大道 妙用妙能 的宝贵 妙智 即宜 摄着觉悟 认识先天 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 而实行 即是天人 和以天人 一体治理 绝言 妙 不容言 不是死后 成佛 当体 即佛 以 不 约 如来 佛 如是佛 也 此乃的 先天 大道 修 先天 大道 之好处 物具备 什么条件 才可以 求到 求到 既然 能够带给我们 终生 受用 不尽的 好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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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有机会 求到 会不会 显得太 容易了 事实上 我们 能得 闻 先天 大道 首先 要感谢 上帝的 恩 辞 将自古 不清 切的 大道 付传 于是 使 我们 有机会 得 此天 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 本身 也 必须 具备 足够的 条件 组上 有得 根基 深厚 佛 圆 成熟 才能够 顺利 求到 此外 我们 必须 向 宇宙 至 高 无 上 的 造物 主 上帝 发 一个 良 心 愿 此愿 可 归纳 为 三 个 要 点 一 得 到 以后 愿意 明 疾病 施 建 到的 精神 也 就是 日常 生活 所思 所言 所行 皆 愿 以 良 心 作为 依 归 二 得 到 以后 愿 以 能 力 所 及 助 周围 需要 我们 帮助 的人 愿 以 多 了解 到 的 意 意 并 让 更多的 人 无 受 天 道 的 福 子 三 得 到 以后 绝不将 求得的 三 宝 告知 任何 人 三 宝 必须 在 庄 言 的 偷 道 过程 中 天 命 名 诗 传授 给我们 才有 知识意义 若有 我们 切 路 给 其他 人 得 不 但 毫无 意义 毫无 效果 我们 自己 也 违 犯了 天 律 这 良 心 愿 合乎 人 人 本 具 天赋 的 良 知 良 能 所以 我们 人 人 都 能 够 做 真 诚实 建 良 心 愿 也 必须 自论 我们 求 道 实 仲 下 的 智慧 慈悲 清 敬之 正 因 道 种 使他 顺利 萌 芽 开花 结果 才 不致 虚度 这 仙 在 南 逢 道 修 道 良 辰 值得 一提 的是 我们 能 顺利 求 道 原因 之 一 即是 占了 祖 德 的 光 至 顾 上 天 开 恩 只要 我们 修道 有 恒 则 我们 的 祖先 也 有 机会 以求 求 道 超 生 得 救 我们 子 分 亦 的 硬 地 对 父母 祖先 尽 大 小 这是 最 好的 机会 只要 具备 以上 小 简 则 不论 任何 博 界 种 族 宗 教 信 讲 的人 都 可以 求 道 欲 求 得 天天 大 道 脱出 轮回 之苦 必 欲 之 災 世间 的 穷 通 受 幽 官 寡 孤 独 生 老 病 死 苦 而 反 天 唐 勇 想 天 伦 之 乐 者 必须 我有得 欲 六万 年良 陈家 其 的 幸运 我 本人 心 既 善良 我有 先天 根基 深厚 也 就是 我 本人 前世 做的 功德 善 事 很多 似 基 天 元 我 本人 祖先 有 功 德 做 善 事 此 己 祖 善 有 德 我 牧 人 遇到 尹 保 师 度 活 得 道 此 佛 元 以 是 也 就是 前生 我们 一同 做 过 功 得 善 事 或 一同 有 修 过 宗 教 今 生 遇 天 道 將 事 一同 得 道 修 道 此 乃 佛 元 以 是 六 求 道 对 我的 生活 有 什么 影响 现今 正直 上天 恩 开 先天 大道 普 传 拯救 良 善 之 实 不 普 传 方 事 皆 以 方 便 善 巧 与 众 生 起 激 为 原 则 因此 求 道 不会 对 我们 正常 的 生活 造成 任何 负面 影响 这 与 遗忘 许多 人 苦 修 苦 练 甚至 出家 的 修行 方式 有 很 大 差 别 也 也 正 因为 如此 先天 大道 能 在日 新 月 翼 的 现代 适应 社会 的 各 个 阶层 穿 不到 世界 的 各 个 角落 使 人 人 皆 有 共 干 天 恩 的 文 大 道 的 机会 关于 求道 对 生活 有 什么 影响 我们 又 以下 几点 来 看 意 与 任何 宗教 没有 冲突 道 代表着 天地 万物 及 我们 一生 之 最 高 主 宰 与 真 理 不 只 在 各 大 门 创始 之前 甚至 在 天地 卫 生 以前 道 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 任何 教 门 只要 其 教 义 是 追求 真理 及 实 见 良 心 就 不会 与 道 有 任何 冲突 事实 上 不 只 宗 教 只要 我们 以 看 求 真理 的 角度 去 观察 则 自然 界 万事 万物 皆 能 与 到 谚 尊 和 语 印 证 若我们 原由 某种 宗教 信仰 求 道 将 不会 造成 任何 抵触 也 不会 是 我们 背弃 原由 的 信仰 反 而 让 我们 对 真理 的 盼 求 有 更 深 一层 的 体 认 二 以 良心 经 为 最 高 规 界 每 一个 个人 生活 环境 中 的 文化 习俗 时代 背景 法律 条文 及 价值 观念 都 不 完全 相 同 因此 没有 任何 一个 具体的 规 界 或 条文 能够 适用于 所有 的人 所以 求 道 后 的 规 界 许 着 重 在 我们 每 个人 真 我 良心 之 实 见 由 真 我 良心 主 在 自己 而不是 在 经 典 之 背 诵上 及 律法 之 钻 言 上 下 功夫 三 不照 良心 愿 行 有 和 透过 很 重要的 一点 求 道 并非 从 外 再 加集 我们 良心 与 真 理 而是 借着 开启 我们 智慧 慈悲 之门 找回 我们 身上 固有 的 真 理 让 天 理 良心 自然 流 漏 因此 求 道 后 所有 真 修 实 行 之 人 皆 是 自 动 自 发 的 师 不 求道 后 若 我们 不照 良心 愿 而 行 并非 将 出现 任何 外力 来 强制 我们 遵 行 此 愿 而是 将 受到 自己 良心 的 谴责 由 真 我 良心 督促 自己 而 自然 改 过 向 善 四 圣 凡 兼 修 兼 我 之 实 见 并不 局限于 教堂或 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 大道库 传 并不要 我们 家 舍业 到 深山 寺 之中 修炼 而是 再不 影响 家庭 工作 学业 之 正常 情况下 圣 凡 兼 修 在 日常 生活 中 时时刻刻 一言一行 皆能 以天 理 良心 唯一 归 就是 生活 之 实践 伤 物由 提升 宣 自己 而 天 善 天 下 求 道 后会 使我们 生活 更充实 心灵 更和谐 而更 重要的是 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尽一己之力 解 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底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 力挽 黄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 其弥勒佛的原词大愿化乌则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跨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 七道的宝贵 要什么 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 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到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前前得道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庆心大智慧 真修真情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朝一幕 接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批认至四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上位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便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 以任何人只要有求到 经过身旦天命之名师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身为末 死后皆是身软如棉 面色如生 灵性由正门归天东 挺施 下不复臭 善有多智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 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到知人除性到不赌于反到败德者 不敢定外 其余则已笔皆是 肉身既显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以登善境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的灰 一切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力不可患 就知危急情况下 诚心使用三宝 皆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种力正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一一例举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就随着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 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各位具有善真 有机会能得文大道的天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 皆能求道而同真善敬 Introduction to D-A-O-I-W-O-I-W-O-I-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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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